哈囉大家好我是徐昀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分析一下這個台港澳版明天要開的 虎甫祥瑞新村的Side E吧 Side E的話就也就是這次整個新年活動的最後一個池子啦 總共三池嘛 那三池的話之後應該會再做個總實用的分析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是來講一池的裝子 裝子的話沒意外 應該就是明天排行榜的排康對應啦 因為他的技能組其實相對性的來說 我覺得蠻像是對應排行榜的技能組這樣子 好那裝子學術幻想技巧 三維的話是1010175326922 CD6特大雷射痕解除病毒解除敵人反擊 中下藍衝能珠3特大雷射痕 然後藍跟C珠還有傷害珠增幅 一回合藍屬性攻擊力提升300 藍屬性點擊次數加1 C技的話是給予單體傷害 威力是攻擊力150%對神族特攻攻擊力的300% 一回合自身跟左側的藍屬性攻擊力提升500 被動1的話是破障跟防毒 被動2的話是藍屬性呢 左側的藍屬性角色不受藍色珠無效化影響 藍色珠出現率大幅提升 然後藍屬性C珠生成縮短36 被動3的話是一回合破壞20個以上藍色珠 自身以600%的攻擊力殘甲 一般攻擊掉落一個藍破壞珠 一回合破壞20個以上藍色珠呢 到回合結束為止 自身跟藍屬性的左側角色呢 攻擊力提升5000 一回合最多發動10次 被動4的話是一回合破壞50個以上藍色珠 藍屬性點擊次數加2 掉落一個藍破壞珠 那面具的版本只有小小的不一樣 就是在對應陷阱的地方不一樣 主動技會改成是障礙珠征服 然後被動1也是變成障礙破壞跟防毒 我猜啦應該排行榜的話就會是沒有面具的這個版本 以病毒跟傷害珠為主的這個陷阱 不過到時候就是在換嘛 因為如果這一次的這個 覺醒前後不同陷阱 然後還可以自由變換 應該都敢這樣子特別顯 應該就是說代表他的素材是很輕易的 應該可能就是像是 毛毛蟲那些的東西就可以讓你一直換 所以應該是不用太單靜說一定要抽兩隻的部分 所以他的主動技的話算是 今年 過年少數 凡不歸真啦 短短三行就可以把他寫完的一個主動技能 然後 特殊性的能力來說解毒跟解反擊 算是還是蠻優秀的 那原版的話我記得也是有解毒跟解反擊的啦 所以如果你可能排行榜 需要 原版裝的話 也許他可能是一個替代品 但可能傷害就不會有這個 新年版本的裝置高 然後 增幅啊 藍跟C 藍跟C 傷害 所以 應該就是 會稍微需要一點點輸出的關卡 看起來應該不會是只有要 Fever的一個排行 不太確定啦 就明天 可能明天打才會知道 整個看起來的話是 相對需要所有的 藍珠來 支撐 他所有的 被動啊 被動3啊 被動2 被動4 其實都是需要以一個藍珠為主 本來想說 配這個藍屬性 出現率大幅提升 可以配個像是 羽的那種藍轉C調 看到被動3 可能就沒辦法 因為一定要20個以上藍色珠 C珠的話 不算是一般的藍色珠 所以這個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會變成說你一定要吃藍色珠 然後你又要這個所謂的 色珠提升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會是靠他的增幅 以及其他屬性的C 就是其他顏色轉C調的 被動去來扛住他的一個傷害啦 不過這樣子整體看起來的話 傷害面應該是不會到特別特別高 但是 如果排行榜 有做球反擊 或者是病毒之類的話 應該裝子就會 應該是都會需要上 不過我想也許 原版裝飾有機會代替 他上去啦 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追求強度的玩家 說老實話 新年版本的裝職 就倒沒有說一定要到必抽的程度 那如果你是缺這種 打牌仔 當然就得抽 應該是有可能 有可能是藍屬性啦 就等明天排行榜開了才比較能確定說到底會是什麼樣的屬性 那這次大家也要記得就是 小小筆竿的話 是這次的 這個素材啦 不過36名以後其實也都有 就是你只要有打就可以拿到一隻小小筆竿 所以 如果你是有想要進化這個小小五個財神一起進化的 圖片的話 素材的話 角色的話 就記得排行榜是一定要去 稍微打一下 那今天分析就差不多到這邊 搞一個段落 那之後可能也許明天或後天吧 就會再出一部 這個三個角色 全部的分析的角色啦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搞一個段落 那希望我今天的影片的話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幫我分享出去 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 by bwd6